前方比較寬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先把車輛往前開 左轉打到底 讓車輛緩緩的前進 那我今天要分享影片是 超短距離的出庫技巧 在你停車的時候 如果遇到前後車 天意很近的話 也不用太過擔心 你只要多一點耐心 多倒車幾次 即使是新手 也能輕鬆出庫喔 我現在呢,車子停在這個地方齁 但是呢,我現在後方這台車呢 他的貼得很緊 他的距離不到一個手掌 那我們看前面 前面我看這個柱子的距離呢 也是頂多大概一個手掌的大小左右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這邊變成出來的空間呢 比較小 比較小 那因為這裡稍微比較寬一點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出來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 你先把車子往前面開 那你在往前面開的時候 因為他的距離很短 所以你要先 所以你要先 把鋼槍盤 左轉 打到底齁 再慢慢往前開齁 那等一下呢 就實地操作一遍齁 接下來呢 我上車做一下示範 那剛才有講到 前方比較寬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呢 先把車輛往前開 那這個時候 左轉打到底 好接下來 讓車輛緩緩的前進 因為這裡是平地齁 所以你稍微鬆開一點煞車 讓車輛緩緩前進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準備要倒車 那倒車的時候呢 一樣方向盤 右轉打到底 好這個時候 右轉打到底了齁 那因為大部分的車輛呢 都有倒車雷達 所以你可以用倒車雷達 來判斷後車的距離齁 那這個時候一樣 稍微鬆開一點煞車 讓車輛緩緩的向後就可以了齁 好接下來 我們有準備要來前進齁 那前進一樣 把方向盤呢 左轉打到底 那讓車輛呢 緩緩的前進齁 你只要稍微鬆開一點煞車 讓他自動緩緩的前進就可以了齁 好 好OK 那這個時候我們又準備來倒車了齁 那倒車的時候一樣 右轉打到底 這個一樣同樣的動作齁 然後稍微鬆開一點煞車 讓車輛緩緩的向後齁 好 那這個時候呢 車輛準備再往前開了齁 那一樣齁 往前開 再 先 左轉打到底 那這個時候一樣稍微鬆開一點煞車 讓車輛呢 緩緩前進齁 好那我這個時候這一次呢就順利的出庫了齁 所以你如果遇到這種比較窄的距離齁 你只要前進後退前進後退 重複的做 其實就可以順利的出庫了齁 不用太擔心 你 正是 臨